首相敦马哈迪宣布 冬铁的完工日期将也推迟两年 到2026年12月31号 在新版冬铁造价大砍215亿令吉之后 中国交建同意归还部分的预付款 预料在三个月内就会结清 政府上个星期确定重启冬铁计划后 首相敦马哈迪今天在布城首相署召开记者会 公布更多详情 敦马透露一旦政府取消计划 就得赔偿217亿8千万令吉 因此决定重新协商 寻找一个更为平等 以我国人民利益为先的协议 随着新计划成本降低33% 政府的财政负担也跟着减少 从4月12号算起的一个星期内 中国交建会先退还5亿令吉 并在一个月内再退还5亿令吉 也就是总值10亿令吉 在扣除了终止暂停和取消北部延长线的赔偿后 将在三个月内结清余额 大马铁道险介公司和中国交建 将设立联营公司 共同管理 营运和维护东铁 双方各持有联营公司一半股权 通过衰减东铁造价 向中国进出孔银行贷款的数额 自然也会减少 目前政府还在和银行讨论贷款额 但可以预见的是 贷款本金 总利息和其他借贷成本 将大幅减少 至于融资成本方面 大马铁道险介公司首席执行员 纳都斯里达威斯表示 目前计划85%由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 利息是3.25% 接下来将和对方讨论新的利息额 绿拉双方将可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代表 在下个星期访马时达成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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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